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要主动适应社会 找到生存的法则 如果一直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抗 那么人生发展就会处处碰壁 难成大戏 万事万物都有发展的规律 按照规律做事 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否则就是事被功半了 四学而不获 五十之天命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自己的命运如何 应该是心中有数了 一个人上半生拼命 下半生享福 从五十岁开始拼命赚钱 不是不可以 但是晚了一点 爱理说很多人在五十岁之前 或多或少有了成绩 哪怕自己不够富有 起码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人过五十 还没有混出名堂的人 多半是犯了以下的几个错误 其根本原因就是做了违背道义 规律的事情 在社会上失去了立足之地 一 做事盲目奋斗 不懂变通 一个人越自律越成功 做人自律力很强 肯定没有错 但是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 还严格按照原定计划去做 那么越自律越倒霉 人到中年要学会变通 你原来制定的计划 经过多年的时间 已经取得了成效 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 你应该调整计划 要让自己的计划和时代一起改变 我们把盲目奋斗的人称为一根筋 比方说一个开早餐店的老板 因为店铺周围是工地 因此他做非常简单的米粉 生意很好 顾客主要来源于工地 大家对早餐的要求不高 也希望价格低一些 过了十多年 周围的工地都完工了 变成了高端小区 如果还是做简单的米粉 估计生意就不好做了 让自己的奋斗有下值 关键是方向要对 执着 变通 两种智慧 同时用起来 才不会做无用工 二 做人不够善良 恶行太多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事后未到 一个不善良的人 不管他多么努力都没有用 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 还不知悔改 结果带来了牢狱之灾 试想一下 一个从牢里出来的人 和社会是不是脱节了 如果他不尽快融入社会 并且继续作恶多端 那么他肯定是自毁前程 年纪越大 日子越难过 人之初性本善 弄丢了善良就是弄丢了人性 做了恶事就是违背了 自然规律 迟早要得到惩罚 中医文言传里写道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药 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恶人 一家人都遭殃 想一想 你不仅要自己行善 还要带着家人一起行善 三 吃家不够节俭 常有败家的行为 赚钱先奔苦 化钱如流水 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有吃光用光 身体康健的思想 他还喜欢透支 因为不懂理财 也没有节俭的思想 他的钱只是从手里过了一次 最后还是两手空空 想一想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手里没有钱 还没有固定资产 他以后的路肯定会很难走 司马光的训解石康 有这样的一种理论 常有减 白有奢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勤俭持家 一味地享受奢靡所带来的快乐 那么这个家庭 不论多少的资产 也经不住挥霍 正所谓有减入奢益 由奢入简单 当我们重新进入了窘迫的环境 就会不知所措 每个人的内心 都会有一种贪婪的欲望 只不过有人将他付出于行动 有的人学会了管理自己的欲望 不被他所支配 过分优渥的生活环境 会不自觉地消弭掉人的斗志 让人缺乏进去心 一味地享受安逸的环境 会让人丧失抵御困难的意志力 胜于忧患 死于安乐 便是这个道理 人生在世 就是需要不断地进取 有着居安思危的品格 才能够让自己 时刻都有战斗准备 当劫难来临之时 也能坦然面对 很多家庭的破败 都来自于家庭成员的挥霍无度 奢靡图乐 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一个美满的家庭 一定会有勤俭节约的习惯 家庭生活就会蒸蒸日上 有钱是做人的底气 是养老的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财富应该同步增长 而不是花钱的速度 比赚钱的速度快 因此说 人过50还一事无成的话 不仅要反思自己 对金钱的态度 还要看家人是否有败家的行为 四 胸怀不够宽广 过分计较 道德经里写道 知常容 容乃功 功乃权 一个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 他就是宽容的 宽容就是公平 宽容就是美德 没有私心的人 才能够活得健康 心灵才能够平和安静 人在社会上混 肯定要和别人打交道 如果你总是斤斤计较 那么和别人就无法好好打交道 你的朋友会很少 你的亲戚也会远离你 如果你和别人合作公事 你处处暗算别人 合作肯定会失败 这年头 谁都不愿意当冤大头 白白地为你服务 一个人在50岁之前 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期 如果你一直没有找到合作的人 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 那么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成功 想一想 一个众叛亲力的人 想要做一番事业 贪何容易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 也不会比一群人的力量强大 你容下了别人 别人才会包容你 人脉资源 是成大器的关键因素 五 不学无术 没能力把握机遇 当一个人的能力 和岗位不相匹配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离开这个岗位 去更低的岗位 比方说 一个打工者 在工厂里混到了主管的位置 但是他不懂得用人 也没有掌握必要的技术 老板就会把他调到更差的位置 甚至把他赶走 社会再进步 你的智慧也要同步进步 不能够落伍 一事无成的人 往往喜欢自吹自擂 炫耀自己的成绩 一直努力学习的人 反而谦虚谨慎 默默无闻地前进 这两种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遇 关键看你是否能抓得住 一个人在55岁之前 肯定有很多改变命运的机遇 要么因为胆小怕事 不敢抓住机遇 要么因为能力有限 抓不住机遇 人生就是一条抛物线 按照人生百年的说法 一个人到了50岁 就开始下坡了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不管你多大的年纪 都应该积极寻找 发展机遇 还要顺应 自然规律 要尊重道德 得道者多住 世道者寡住 人过50 还没有昏住名堂 是不是犯了违背道义的错误呢 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